大家好 前幾天我就去找Sigma 有一支最新推出的 35mm F1.2 E-Mine鏡回來試玩一下 今天就來跟大家測試一下 這一支最新推出的 Sigma 35mm F1.2 Arch鏡究竟 是不是真的值它 過萬元的價錢 叫做Arch鏡 就一定是Made in Japan 這支鏡的重量 1090g 即是1kg 加上相機拿上手 真的有點頭重尾輕 但它的手感也非常好 光圈葉方面有11片的光圈葉 連很多原廠鏡頭都比不上它 而Filter方面 用上了82mm直徑的Filter 而這支鏡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外置了一個光圈環 可以讓你用光圈環去調節光圈 而這個光圈環上面 還有一個叫Click的按鈕 如果你Off了這個按鈕 轉動這個光圈環的時候 就不會像舊式的機械光圈一樣 一格一格的轉 對於拍片的人來說 這樣轉動這個光圈環 就會有一個更好的手感 畫面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無論Click這個按鈕有沒有射到 畫面的分別都不是太大 我個人認為這個按鈕 純粹是讓你轉動光圈環的時候 手感 喜歡一格格還是無短的轉動 好了 說了這麼多規格的東西之後 我們來試試對焦的速度 這支鏡的對焦速度 不過不失 不是非常快 但如果用來拍人像的話 其實都是夠用有特的 前陣子天弓就出了一個轉接環 就可以把E-Mine的鏡頭 轉接到Nekon的Z-Mine上 我可以裝上我部Z-Mine 去嘗試一下用Z-7 去感受一下 究竟這支35mmF 1.2是甚麼感覺 裝上去之後 我們當然要先試一下對焦速度 但很可惜 在今次的測試上看到 當這支Sigma的35mmF 1.2 接到Nekon的Z-7之後 對焦方面是有明顯的速度下降 還有會有常常迷焦的情況出現 按了按鍵之後 不懂得對焦 要按多幾下才有反應 另外還有第二個問題 這支鏡裝上Z-7之後 鏡身上的所有功能鍵 是完全用不到的 例如我想用光圈還調校光圈 是用不到的 我想在鏡身上 做調校Manual Focus 或Auto Focus 亦是沒有反應的 好了 說完對焦之後 當然要試一下這支鏡 拍出來的畫面 才是真的有用的 今次的測試 我就用上Z-7來試 可以見到這支鏡頭 在全開光圈的表現之下 指邊的問題是頗嚴重的 一路收光圈 要收到F2.8之後 的指邊問題才完全解決 解像力方面 1.2光圈全開的時候 一定是差一點點 但我個人認為都可以接受 一路收光圈 去到F2 或者F2.8 出來的畫面 已經是非常之鎖 好了 買了大光圈的鏡頭 當然要看一下散景 行不行 這一張就是F1.2的散景的表現 我慢慢收下去 接著是F1.8 F2 F2.8 F4 好了 看完一大零的評測之後 不知道大家又對這支鏡頭 有什麼看法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 好了 那今天的時間 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說 記住 小眼看 看你的愛 有一點 可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